今天可以说是香蜜色菜类专长 一共更新四只小香蜜 都来一一给你们展示一下 咱们先来看一下第一只 第一只那是四只体型里面最小的一只 整体看起来都圆乎乎的胖乎乎的 看一下脸型也嘟嘟的 再看一下后背真的摸起来特别舒服 对 看着手感就超好 别看小吃的就是胖乎 对 体型也不大的 来 再看一下正脸 对 如果喜欢体型小的话 你们可以把它带走了 接着咱们再看一下第二只 第二只呢 看起来就比较秀奇一点 颜色比较暖 是的 还在吐舌头 对 鼻头也黑黑的 再看一下后背 天哪 这毛色也太均匀了 对 这个性格挺活泼的 这只吃的就没有第一只稍微胖乎一点 这只骨架比较小 再看看正脸 真的性格蛮活泼的 对 如果喜欢性格活泼的 喜欢秀奇一点的 你们可以选它的 好的 来 接着咱们再看一下第三只 第三只就不一样了 长得蠢蠢蠢的 哎呀 眼睛还挺大的 对 如果追求性价比的话 你们可以选它的 这是真的挺不错的 也挺可爱的 对 假肉盆 接着咱们再看一下最后一只 好嘞 第四只就不一样了 这一只算是 小米色泰迪界的天花板了 看一下 脸龄嘟嘟的 长得也特别甜 嘴巴超短 给您比一下 对 刚刚一只 还有它后背的毛色 看起来特别高级 是的 对 后背没有修 吃的也胖乎乎的 体型也不大 再来个正脸 哇 好看 如果你们喜欢小云版的话 可以把它带走了 好嘞 这四只一只比一只可爱哈 看一下姐妹妹 你们更喜欢哪一只呢